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研究学科 今天仍然有莫牧师Niki姐妹 我们研究的题目就是《圣经和预言》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莫牧师问我们做个祈祷 好 我们同心祈祷 满心感谢我们朝来天父上帝 给我们这么好的时光 能够一起来研读主你的话语 求主你的圣灵与你同在 亦都是让主你的话语建立在我们的心里 作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亦都是将主你的话语实行出来 迎接主你的灾利 将荣耀归给你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以求 阿们 圣经的预言 对我们的身份 和我们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圣经的预言 提供了一个内外兼备的机制 这是你确认上帝的圣言 即是圣经的准确性 什么是内外兼备呢 首先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的预言 是连贯性的 是很有系统的 而外在呢 就是经过了我们人类的历史的印证 看到这些预言 确实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 这个历史进程当中 一个一个的出现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的上帝 祂所说的预言 就一定会发生的 耶稣曾经说 现在的事情 还未成就 我预先就告诉你们 叫你们知道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相信了 关键的问题就是 如何正确来解读 或者理解圣经的预言 这样呢 当预言应验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哦 对了 这个就正正是圣经的预言 我们在宗教改革期间 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改革家 都是跟着使用一种叫做 历史研究法 去看圣经的预言 这种方法就是 但以理和门徒约翰 用来去解释预言的关键 我们知道 第二理书和启示录 就讲到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 而这些事 也都牵涉到整个人类的历史 这个历史研究法 就是持续的 一步步的看到上帝的预言 一一的实现 我们看到这些圣经的预言 由开始过去 一路延伸到将来 上帝永恒的国度 而终结 这个星期 我们将学习 用这种历史研究法 去解读圣经的预言 在华尔伦教会正言 第八卷 有一段说话 我们应当从历史中看出预言的应验 研究上帝的天意 是如何指导着那些伟大的改革运动 看清各国聚集进行最后大战的大事进程 我们看看《大二理书》第八章十四节 他对我说 到二千三百日 圣所就必结正 历史研究法和预言 是我们基督徒林安死日会 是非常注重的 这种历史研究法的基础 亦是在改革运动的时候 那些先言他们用以来研究上帝预言的一种方法 圣经里面很多重大的预言 都是在我们的人类历史里面 一直一直发生着的 从过去到现在 亦到将来 就算我们在学校研究历史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用这种方法去研究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因为圣经本身 亦都是用这种方法向我们解释 预言的 譬如我们看看《大二理书》第二章 二十七到四十五节 讲到这个梦 就是尼布加尼撒王 这个梦 这个梦 显示出的历史各个阶段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历史上 讲到各个帝国的兴衰 首先就讲到 巴比伦 跟着就是马代波斯 跟着就是希腊 跟着就是罗马 一直延伸到现代欧洲的格局 都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圣经本身 用什么方式 向他们显示这个末世寓言 如果我们细心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圣经里面 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国 我们就被誉为是金的头 对不对 因此大二理也认为 巴比伦就是头一个王国 正如大二理书二章三十八节所说的 大二理跟着就说到 他说在你之后 必兴起另外一个国 不及于你 又有第三个国出现 然后就出现第四个国 这些国家的接连登场 中间没有任何间断 大将本身的形象 也符合了帝国轻衰的情况 关于这个历史的预言 我想请Licky姐妹 详细地解释一下 不如我们先来读一读 这一段经文 是记着在 《大二理书二章27到45》的 但以你在王面前回答说 王所问的 那奥秘是 哲是 用法术的 术是 官笑的 都不能告诉王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 能显明奥秘的事 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 指示尼布格尼撒王 你的梦和你在床上 老中的异象是这样 王呀 你在床上 想到后来的事 那显明奥秘是的主 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尼 至于那奥秘的事 显明给我 并非因我的智慧 胜过一切活人 乃为始皇 知道梦的讲解 和心里的思念 王呀 你梦见一个大将 这将甚高 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状甚是可怕 这将的头是精金的 胸膛和帮臂是银的 肚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 见有一块非人手 作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将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 杂碎 于是金、银、铜、铁、铃 都一同杂得粉碎 成如夏天和祥上的康比 被风吹散 无处可尋 打碎这将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这就是那梦 我们在王面前讲解那梦 王呀 你是诸王之王 天上的上帝 以将国度、权并、能力、尊荣 都赐给你 凡世上所住 知地的走寿 并天空的非鸟 他都交付你手 使你掌管这一切 你就是那金头 在你以后 必另有一国 不及于你 又有第三国 就是同的 必掌管天下 第四国 必肩壮如铁 铁能打碎 克制百物 又能压碎一切 那国也必打碎 压制列国 你既见障的脚和脚指头 一半是遥障的泥 一半是铁 那国将来也必分开 你既见铁与泥参集 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那脚指头既是半铁半泥 那国也必半强半弱 你既见铁与泥参集 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参集 却不能彼此相合 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 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这国必全道永远 你既看见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 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铁、铁、泥 那就是自大的上帝 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 这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 但而你将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 虽然他忘记了 都很清晰地跟他讲解 注意在圣经里面 尼布甲尼撒王被视为金头 另外接着第二国、第三国、第四国 没有短短地讲解 给尼布甲尼撒王听 我们看到 因为每个国家都代表身体不同的部分 从头到脚 最终成为一个很庞大的象 各部分互相都有联系 就好像时间和历史之间 密切的有关联的一样 另外在《大尼里书》第七和第八章里面 就没有用到人像来讲解这个意见 而是用了特定的一些兽 来表明同样的内容 他描述了四个属地的国道 连接地出现 在第八章里面出现了三个国家 他们从古时的开始 历经变迁 直到如今都是指向了未来的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上帝就会建立他永恒的国道 在《大尼里》第二章的大象 和在第七、第八章里面的 寿的二象里面 我们都看到 是为新教历史学家 他们的解释寓言 提供了的一个基础 就好像今天我们 基督佛罗伦安息入会 我们的信徒仍然坚持 用这种解释方法 来解释圣经 是的 的确如果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 我们就会很担心 中国也是有句古话 人无远虑 必有近优 然后可能我们今天 对柴米油盐 不再忧虑 因为只要你肯去努力工作 这一切你都可能会得到 但是面对一个社会的时候 面对一个国家的时候 你可能这种担忧 会深深感受得到的 在新约时代 门徒和耶稣相处了 几年的时间 当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 门徒仍然会产生很多的担忧 耶稣在这个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就有很多的勉励的话 但是他要祝福门徒要喜乐 无论要在哪一种环境之下都要喜乐 同时他比我们更加的安慰 是他说的一句话 记载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二十九节那里这么说到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相信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 是明确地表示 未来发生的事情是可以知道的 是怎样知道的呢? 不单止是通过耶稣直接说给他们听 从这个圣经当中 我们读到这些预言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知道 这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同时不单止可以知道 有时候这些预言 用一些比较形象化 或者比较难解的预表 我们都可以知道 因为耶稣在这个分离的时候 他都给了一个认许 要赐下圣灵的保卫师给门徒 所以我们可以懂得明白 这些预言所说的是什么 是因为有圣灵 来帮我们解释的 同时我们藉着圣灵解释这些预言的时候 我们可以信 信的同时 我们也要把我们切身处地 在这个今时活在这个环境之下 把这个信仰实行出来 因为主耶稣所说的都是真实的 他所说的事情都是要发生的 当我们看到这些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增强对上帝 对主耶稣的信心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世代 比过往的世代更加明白圣经的预言 因为我们看到历史的发生 一一的应验在圣经的预言上 我们比较在巴比伦时代的人 更加清楚到历史的演变 因为他不知道将来的事是否真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巴比伦 波斯 希腊 甚至乎罗马 这些帝国已经一一出现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 这些预言是完全在历史上发生了 圣经的预言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研究这个圣经的预言的时候 我们这个历史研究法去研究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一日顶一年 这个也在《教育圣经》 《以西结书》第四章第六节 也说到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 那些先言 那些宗教改革家 他们研究圣经的预言的时候 也都是以一日顶一年的 这种圣经的原则 去到解读圣经的预言 而且发觉 真正的用这个方法去解读的时候 就真的是很清楚的 圣经的预言在历史里面 是显现出来的 那在这里我们也想请莫牧师 你和他们讲解一下 这个一日顶一年的这件事情 是的 那在圣经呢 除了刚才范牧师提到 这个《以西结书》 讲到一日顶一年的这个经文之外 在文数记的十四章三十四节 同样都有提到 这个一日顶一年的这个讲法 那它那里是怎样讲呢 在文数记的十四章三十四节 是这样讲的 按你们规探那地的四十日 一年顶一日 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 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所以从这些经文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圣经的确有论述到 一日顶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我们要怎样去运用这些原则 来解读我们的圣经 读到这个时间的语言呢 譬如我们经常读到 譚以理书或者启示录书都讲到 这些日子时间的问题 究竟我们有没有一个原则去解释 这些日子的意义呢 所以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明一下 一日顶一年的原则 是适用于 达以理和启示录 语言解释的 表号的使用 一样时间 跨度长及特殊的表达 首先呢 我们有象征意味的兽和角 来代表这些熟世的王国 暗示着这些时间 是表达出同样的 你应该被理解为有象征性的 所以呢 角和兽都不是按照这个字面去理解的 我们不可能直接这个 这个角就是说这个兽 或者说单单这个角的事情 它是其他事物的一个表号 既然这个预言其他部分 都是带有这些预表或者象征性的 不是字面的意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也要按照这个时间的预言 来将它和这个预表撕裂开来呢 所以我们应该当我们用这个预表 来解释这些象征性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同样是用时间 也有另一个不是按实际的时间来解释的 第二个呢 圣经当中描述了很多事件和王国 这些事件和王国的历史 跨道都是几百年的 如果这个时间性的预言 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是解不通的 因为如果说四十日或者一千二百日 那很快的时间就过去了 这个实际的意义 但是字面的意义 预表的意义 它的跨道是会更长的 而更适合预言的解释 最后有些特别的表达方式 是被用来表示预言的时间 也都是暗示出一种象征的解读 所以在预言当中表达时间的方式 不是用正常的表述时间方式 这里就向我们表明 所描述的时间应该是象征性的 而非我们日常实际意义的时间 还有我们看到 在《大尔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里面 有讲到这个七十个七的预言 也就是说七十周 如果我们用七十周来算一算 一年就五十二个星期 七十周等于一年零四个月 又零一个星期 只是一年多的 在这些年纪里面 能够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解释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它 以一日顶一年来看 即是七七就是四十九 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 那这四百九十年 这一年里面所发生的事 还刚刚好 就是很圆满地 应验了《大尔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里面的预言 因为我们看到 在《大尔理书》第九章二十五节里面提到 重出令重建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军的时候 讲到一个开始就是 重出令重建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阿达是西王 他发出命令 重建耶路撒冷 一直到什么呢 有受高军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说 这四百九十年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真的 由阿达是西王 发出命令 重建耶路撒冷 到最后一个七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 受洗 成为受高军 接着圣经里面 也在《大尔理书》第九章里讲到 《一七之半》 《祭祀》就怎样止息 我们知道 耶稣出来 受洗 受高 全度三年半 耶稣基督 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基督 就是真正的 为我们牺牲的这个羔羊 这个属罪的羔羊 所以当耶稣基督 是被钉死的时候 一切的祭祀以往 是预表耶稣基督 永远牺牲的一切的 憲制是不再需要的 所以如果以一日 来到顶一年来说 用这样的方法 去看这个预言 这个预言 就是非常吻合 不可以说吻合 可以说完全符合了 这个预言 我们继续看下去 也看到 有一个小国的情况出现 在这个预言里提到的 我们知道 很多的宗教改革家 他们认为 《大尔理书》第七章 和第八章所提到的 这个小国的势力 就是指罗马帝国 和罗马教会 我想请Licky姐妹 为我们讲解一下 这一方面 其实在《大尔理书》第七 第八章里面 讲到的小国 他们有七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都是以国作为一个的记号 一个的表号 第二个 他们同样都是 有迫白人的势力 第三个 就是他们都是 抬高自己 和蝕毒上帝的 第四个 他们同样都是 攻击上帝的子民 第五个特点就是 他们的活动 都是有相关的时间 和预言的 第六点 都是延伸到 世界末了的时间 第七点 都是以超自然的方式 来到被毁灭 而我们读到 《大尔理书》里面的第二章 其实 开始讲到 那个大象是 金头 其实这个 就是代表 巴比伦 然后 银空 第二个国 就是代表 马代波斯 第三个国 就是代表 希腊 然后一直延伸到 我们看到历史 在第四个国 就是代表 罗马 在第二章里面 我们也看到 这个罗马 后来 是与 这个 黎 混合的 形成了 大象的 半黎半铁的 脚 它一直 就会 传流 直到 世界的终结 的时候 而在 《大尔理七章》里面 的小角 就在 第四兽的头上 就生出 大型圆 都是属于 四兽的一部分 那什么 事情的势力 是从 罗马那里的 兴起呢 而且它的 政治宗教影响 至少是持续了 1260年 那么久 只有一种势力 符合历史 和预言 这个势力 就是 教皇权 曾经在 欧洲的 十个 野蛮的 部落里面 掌权 并且 将其中的 三个 他就 连根 拔起了 那这儿 其实就是 《大尔理七章》 二十四节 那里看到的 教皇 教皇权 与 先前的 不同 这儿 表明 相比于 其他部落 的独特性 他向自高者 说夸大的话 并且 他自高自大 以为高 及天象之君 那他要 散夺耶稣的地位 用教皇 取而代之 而在 反宗教改革的 期间 新教徒 甚至是被屠杀 教皇权 就迫害 自高者的 圣民 将天象 和星寿 抛落在地 应验了 这个预言 而且 我们看到 教皇权 甚至是 取消了 上帝律法 里面的第二条 然后 将第四条 《遵守安息日》 改为《遵守星期日》 所以我们也看到 应验了 里面所说的 就是 他想要改变 节旗 和律法 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很清晰地看到 圣经的预言 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是不断地印证了 圣经的真实性 看到历史的发展 看到我们现今 这个末世的时候 其实是圣经所预言的 不断地在延续 甚至将来的事情 圣经都已经告诉我 特别是圣经提到的 三天使的讯息 这些都是包含在 圣经启示录的预言当中 所以整本的圣经 大概有三分之一 可以说有三分之一的内容 都和预言有关的 尤其是我们所读到 所解释到的 《弹尔尼书》 以及《启示录》 这个充满系统性的预言 从古代一直预言到 现在从耶稣基督的出现 和降生受死复活 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新天新地 这些预言 其实已经百分之九十多以上 都已经完全应验了 而且在我们历史当中 我们看到将来 其实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 圣经也是祝福我们的 三天使的讯息 我们要敬拜谁呢 我们要敬拜这个 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 独一的真实 而不是去敬拜一些 人所做的偶像 或者人所建立的这些政权 同时我们也要 谨守圣经给我们的真道 我们不要随从那些错误 或者很奇异 或者很异端学说的这种教义 我们要去做的是要跟着 圣经的话语去做 所以透过我们去对 预言的研究和解释 可以很大地坚固我们对 上帝和圣经的信心 使我们不单止可以深信 圣经是上帝默示的 通过预言的研究 也都可以使我们 确知基督福林在门口 并且看到基督福林之时 将要发生的大事 所以通过预言的研究 通过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历史 所发生的进程 我们更加要去传扬主的福音 将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去完成 在我们研究大尔里舒的预言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宗教改革之后 很多以这个历史研究的方法 去看预言的人都很清楚 他们也接受 这个狮子代表巴比伦 熊代表马代波斯 炮代表希腊 还有第四个兽就是二教罗马 小的国就是代表这个教皇 这个罗马时代的教皇 甚至乎在第八章里也有提到 龚面羊就是马代波斯 龚山羊就是希腊 而这个小国是平衡发展的 就是指二教罗马 然后就说到这个小国向上发展 这个就是代表了 这个教皇时代的罗马帝国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一件事就是关于这个2300日 和这个查案审判的工作 这个预言 很多其他教会的研究 圣经的预言的人士 或者宗教人士 他们并不是很详细的去解释 如果我们看看这方面 正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告诉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预言的结束的时候 是代表着上帝国的降临 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 我们看看在《大义理书》的第七章 第九至十四节 我们首先看第九节 《我观看见有宝座設立》 《上头座着耿古常在者》 《他的衣服结白如雪》 《头发如顺正的羊毛》 《宝座乃火焰》 《其论乃烈火》 在这里我们看到 讲到上帝的宝座 也讲到上帝的臨在是多么威严 其实我们再看到第十节 就讲到 是上帝坐着做进行审判 上帝的审判是必定来到的 所以我们研究这个2300日 和将来上帝的审判 对所有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如果我们看到到第十四节 我们看到 上帝会建立一个永不败坏的角度 即是说 将来是一个永恒的角度 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真的要很清楚 看清楚这些事是怎样发生的 那不如我们一起看一下 第二理书的第八章 第十四节 这里清楚讲到 他对我说 到2300日 圣所就必结证 圣所结证 是在每一年 属罪日的时候 大祭司进入这个圣所 要结证圣所 第二理书八章二十六节 所算二千三百日的异仗是真的 但你要将这异仗封住 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我们看到 提到二千三百日 大家都还记得 刚才我们提到七十个七 对不对 这二千三百日 第一段时间 就是 这个七十个七 七七四十九 就是四百九十 这四百九十年里面所发生的事 在四百九十年里面 最后就是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面 一七之半 这个祭字就紫色了 然后再过三年半 士提反被石头钉死 福音就开始广传 去到外邦的地方 去到天涯海角 我们知道 这个四百九十年结束了 但一直延伸下去 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 去到二千三百日结束 究竟是代表了什么呢 聖所就必结正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 在希伯来书里面 有记载到他做了什么事 不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新约圣经希伯来书 第九章二十四节 因为基督并不是 尽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乃是尽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 险在上帝面前 原来耶稣基督 是去到天上的圣所 我们再看看 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二节 这里很清楚说到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 头一层叫做圣所 里面有灯台 卓子和陈切饼 第三节 第二万子后 又有一层帐幕 叫做自圣所 我们知道在上帝的智圣所里面 不是人都能进去的 祭司都不能进去的 大祭司只能一年进去一次 进去他所做的工作 就是赎罪的工作 一年一次赎罪日所做的 我们看到 第二理书第九章 所说的这七十个七 正正就是 第二理书第八章 十四节所说的 二千三百日的头一段 在第二理书里面所说到的 亦还有一件事 值得我们清楚去看的 就是第二理书的第十二章 第十一和第十二节 如果是圣经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从除掉常献的凡制 并设立那行为坏可憎之物的时候 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 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 那人便为有福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在第二理书所说的 这一千二百九十日 在圣经里面 就说到 这个 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 这段时间 正正就是 欧洲黑暗的时代 就是由何时开始呢 就是由主后 五八零八年 这个教皇是完全的掌控了欧洲 一个宗教裁判所的出现 亦都是欧洲的所有的国家 现在他们都神福在教皇的管理下 谁不神福的 甚至乎可以不让那些君主继续他们的管治 因为所有人都是以教皇所说的作为了一个根据 因为当时 这个罗马天主教 他说 教会所说的就是代表了上帝 甚至乎 那些人不可以自己去查看圣经 因为他说到说 不能够是人都可以看圣经的 只有那些是当权者 只有那些宗教的领袖才可以看 他的解说方法就是说 因为你们看了之后 就会乱地解读圣经 其实这是他们要是极权统治的一种伎俩 所以在这个极权统治之下 有很多人是因为不听从罗马天主教的吩咐 而失去了生命 这段黑暗的时代 一共有多久呢 在圣经的预言里面说到 就有1290日 那我们看看 历史上又如何印证呢 在主后508年 教皇是这个极权的出现 接着呢 一直到1798年 如果你把508加1290 即1290日 就去到1798年了 那1798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哦 原来当时呢 这个法国的皇帝 我们也知道了 法国有个大将军 大家都知道他叫他拿破仑 他其中一个大将呢 他就在1798年呢 就将教皇捉了 所以这个教皇的权力呢 就失落了 那我们看到呢 圣经的预言呢 又很奇妙的 又说到呢 这个 受了死伤的呢 他被医好的 也就是说呢 在将来呢 这个天主教的势力呢 也是会重新的呢 是从这个世界上面崛起的 那当然呢 这一切我们也不需要惊怕的 因为呢 这个也是圣经的预言来的 我们看到呢 上帝仍然掌控着 这个世界的历史的 我们上帝的子民呢 只要专心的仰望他 按照他的吩咐去行事为人 过一个善良的生活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呢 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下 在大尔里书里面所讲的一些的 事情 就刚才我们讲到 在大尔里书的 第十二章第十二节 就说呢 等到一千三百五十日的 那人变为有福 原来呢 我们将这个 四百九十年 完了之后 一直去到五百零八年 又经过了这个 一千二百九十年 就去到一七九八年 接着呢 再过多是四十五年 因为呢 一千三百三十五 减一千四百九十 即是四十五年 那就去到了一百四三年 等到那一天的人变为有福 因为呢 如果我们这样加下去呢 就已经去到了什么呢 二千三百日了 因为呢 一百四四年呢 就已经是刚刚好 完全满足了这个二千三百日 二千三百日 如果按照希伯来书里面记载到呢 耶稣基督进入这个圣所 进入这个至圣所 为我们赎罪代求 即是为何我们想想 上帝为何会将一些在天上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我们呢 其实主要呢 其实主要呢 就是让那些仰望耶稣基督 回来的人 有更确切的证据 因为 既然耶稣基督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 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为我们代求 证实 耶稣回来的日子也快了 因为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就是会由创世以来到耶稣回来的 那段时间的所有的二人 得救的人 翻天家 这个是我们每一位 上帝的儿女 耶稣基督的跟从者 所切切盼望的 而在1844年 天上所发生的事 地上也发生了很大的事 特尔文在1844年提倡 是进化了 马克思 也在1844年 宣布共产主义 我们看到 善恶之争 是永无停止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切切的 是等候耶稣回来 在这里我想请Nikki姐妹 向我们讲解一下 在保罗的劝戒里面 给了什么提示 在保罗 他在《哥林多前书》10章 1到13节里面 其实他将整个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 以及古代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里面的历史 发展了一种预表给我们 特别是 他说到上帝要 启示摩西将这些事迹 记录了下来 其实就是在10章6节里面 说到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 并且其实借着这些尴尬 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的属灵 以色列人 我们在末世的时代 我们要经历很多的考验 和一些试探 我们如何去作为尴尬 我们看看 在第一节里面 其实他说到云 这里就是 告诉我们 古代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经历是 就是有云柱 有火柱去带领他们 然后他们有经历海 这里就说到红海 上帝为他们行了神迹歧视 上帝神圣的保护 和恩典进一步去证明了 上帝对他子民的照顾 保罗也提醒所有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上帝是为了古代的 以色列人所做的 所有这些神迹 都是表明以色列人 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人 一样都是同样需要 倚靠上帝 有很多明显的保护 会在他们当中 帮助他们去胜过一切的义教 另外在第二节里面 也提到有受洗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其实他们经过红海的时候 那个经历 又经历了有云柱 左右拥抱的海水等等 以色列人被这些包围的海水 云柱等等 预表了他们好像受洗一样 他们的经历被认为 是脱离了过去他们在埃及遗牢之家 一些的境况 有些人还依恋在埃及的罪恶 但是中医上帝的子民 其实在这里代表 他们有一个指导给他们 就是摩西 上帝给他们一个代表 他们归了摩西 其实不是他们受洗 归于摩西 其实代表他们是听摩西 听摩西就等于他们是听从上帝 因为摩西当时就是上帝的一个代表 我们再看下去 在第三节里面 有提到灵食 其实在这里也告诉他们 是属灵的粮食 古代以色列人 他们在抗野的阶段 周围抗野没有食物的时候 其实上帝很恩代他们 就降下了玛拿给他们 其实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养育 除了他们当时没有其他的食物 就是靠玛拿来度过他们那段的日子 其实同样都告诉他们 除了来自天上以救主为化身的 基督徒就没有其他的食物来源 在新药圣经也是耶稣基督代表玛拿 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 在地上的玛拿供给以色列人吃 就满足他们的肉体的需要 但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 是满足我们属灵上的需要 那位领袖上帝的道 就是耶稣基督那些的人 他们就是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在这个地上的旷野 人很多时候都会自力于 研究地上的哲学或者法明等等 来去充斥他们的思想 满足他们的需要 其实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带给我们真真正正的 心灵的平安和喜乐 正如玛拿 亦都是每日是需要自己去收取 一日的粮的 今天我们都是 其实我们每一日都是要领受上帝 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粮食 我们是藉着圣经来去领受上帝 给我们属灵的粮食 以足够我们的应付每一日 基督徒在世界上的试探 我们的生活上的需要 在第四节里面提到灵水 在这里 好像第三节 灵食和灵水 其实都是超自然的一些来源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 他们没有水的时候 其实当时他们有些人是埋怨 但是水也是人是很基本的 很重要的需要 上帝其实都满足他们急切的需要 其实就是上帝会为他们预备一切 我当时也是上帝预备了给他们 而在第五节里面 也都提到多半 其实就是说到 其实很多的人 他们当时都是埋怨 不相信的 等于我们今天 我们走这个属灵的路程的时候 好像圣经所说 那条路是阔的 引导到永生的是窄路 走上这条路的人也是少 重点就是在第六节里面 里面说到 其实这些所有的事迹 是比我们今天人的尴尬 所以就是提醒我们 接下来说那些什么 拜偶像 试探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等等等等 这些 其实最重要 都是再一次告诉我们 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要走这个属灵的道路 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试探 无论将来我们面对 宗教的大迫伯等等 这些 我们怎样可以 这些作为我们的尴尬 有耶稣基督陪伴我们 去走这条路 以至我们真的可以靠着他 得胜一切 虽然我们研究大运理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 第七章那里 也说到天上的审判 一说审判 大家可能很害怕 但第八章那里 就说到 结证天上的圣所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 大祭司耶稣 是为我们做的 接着我们看看 在希伯来书第九章28节 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感谢主 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乃是为拯救他的儿女 各位主内地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研究学科就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研究的题目就是 处理难解的经验 在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一起做个祈祷 慈爱父神实在满心感谢你 让我们从今天的学科里面看到 主你的慈爱 你的圣言永不改变 你的预言一一应验 让我们准备好 等候主耶稣的再来 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预住你相似 一切荣耀归于你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命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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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